所以我第一天 我们在卫生所星期四 所以我们第一天就来了 妈妈抱着小朋友 强在开打第一天就来排队 直说就怕打不到 民众强打流感疫苗 各大医疗运所统统被挤爆 小朋友打疫苗哭得哇哇叫 但目前能打得到的 算是很幸运 因为全台公费疫苗 三天被打光 流感疫苗一剂难求 各县市紧急宣布 罪行措施 高雄市即日起施行 每日限额施打 从医学中心 区域医院 各地诊所 配额从1000剂 400剂到50剂都有 75岁以上民众有优先施打权 我们希望在这一段 开打的期间 每一天高雄市 都有提供到疫苗 面对庞大需求 台中30家卫生所 国庆廉假不休假 10月9号加班加开门诊 替民众服务 但部分幼儿不提供施打 目前库存还有22万剂 并未限额管制 目前来说应该到月底之前 都是充足于 今年采购量也是有600万剂 另外宜兰则是自费采购3000剂 提供警察教师中低收入户等 免费施打 而双北医院早就大缺货 目前采预约限额制度 民众施打前最好打电话询问 没有打的赶快去打 我跟你讲 能够预防的先预防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呼吁民众 最好快去打疫苗 否则万一同时得到新冠肺炎跟流感 那就危险了 记者赵惠林报导